谁不想成为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可谁有想过孩子本人开心吗 等等 你这次考试考了第几名啊 第三名 第三名 那你怎么还不开心啊 你不知道 考这么差 你还好意思说 你看隔壁老王的孩子 这一次年纪第一名 你呢 估计考试又马虎了吧 才第三名 这些这些还有这些 都是不该丢的份啊 啊 不会吧 我才考了85分 我妈妈都说 要奖励我去吃炸鸡呢 怎么可能 是真的 考了85分 有进步呀 真的吗妈妈 可是我连班级排名都进不去 妈妈 你会不会对我要求太低了 怎么会 85分我就知足了 你不想让我超过别人家的孩子吗 你呀 我知道你很聪明 就是他完了点 相比于困住你 让你提高成绩 我更愿意 让你快乐的成长 只要你身体健康 心地善良 妈妈就开心了 妈妈你最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妈妈就要我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我已经很努力了 也许我能帮你 真的 又哭 哭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就说你几句 你也太脆弱了吧 好像谁让你是委屈了一样 我是你妈妈 说的肯定是为你好 你看隔壁老王家的孩子 人家这次又考了个第一名 你呢 啥时候才能给我拿个第一回来 哎呀 等等成绩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有什么好的呀 赶不上第一就只能当老二 比他好的孩子多了去了 你说说我能不紧张吗 哎呀 进步也是一点点来的 孩子只要努力了就行 不行 没有压力哪里来的动力 哎 我就奇了怪了 你家拜拉考多少分啊 八 八十五 拜拉他妈 这分数连班级排名榜都上不了 更别说以后考个好学校了 你就不担心他的未来 你就不怕他的成绩 和别人差距越来越大 成绩决定不了一切 可是童年只有一次啊 我不希望他以后回忆起来 他的学生时代 只有做不完的事件 再说了 每个孩子身上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要学会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嘛 聪明机灵 心底善良 孝顺父母 有了这些优点 我就不担心他未来过得不好 你也是 适当考虑灯灯的感受 你只顾着他必须超过别人 那你有想过 他自己开心吗 这